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網友 歡迎收看我們新人透視 我們又來了今集 回來直播室 錄影室 不用去立法會 今天很冷 很冷 喝咖啡 真的沒買過牌 這些薑餅咖啡 不是 薑餅咖啡 開始有買 即是聖誕節快到 今天請了兩位嘉賓 哪位 都有一個很夠薑的人 對 很夠薑 不要這樣說 薑餅人 大家如果留意 一定知道現在社運界 就抱了一條新友 叫做倫家抗爭 兆家徽說你什麼 不是啊 沈一輝 沈一輝 一個倫家抗耳仔的誕生 哦 那就誕生了 對 那為什麼倫家抗耳仔 你怎麼看倫家抗耳仔 我不太喜歡倫家這個字 因為太像倫間 倫間抗耳仔 沒有所謂 不太喜歡倫家抗耳仔 抗耳仔 說一下自己這件事 如何撲頭撲出來 撲頭撲出來 其實最初初試出來行動 就是WTO那時候 上年吧 前年還是上年十月 什麼啊 WTO 兩年前的十二月 不知道 是的 是十二月的 我記得 05年 幾年前 幾年前 十二月 啊 果然考慮不到 考慮到好東西 十二月 十二月 那會 那會 感覺到 又是 原來 不像我們以前 在香港 看到一定是 有些政黨 搞了一些 打飛機 遊行 走去拉一下 就走 那些遊行你 是不太喜歡的 每一行都會 每一行都會失落一次 我來到 我真的要抗議一些 我想衝擊一些 不一定是那種 肢體的衝突 而是 我是要 很有力的 去講到 有什麼問題 還有 我們看到這個問題 我們想改變的時候 我們 你也表達一下 你會付出多少 和有多少憤怒 而不是 我們拉完一塊Banner 被記者拍完 我們拍到了 然後就走了 大哥 其實現在你做的事 跟我們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我們那些行動 起碼用一下腦袋 想多些 想多些 真的 不同的形式 不是說 其實可以很老套 去到喊兩句口號 走 但是 為什麼我們要傳入去 另外一個意義 就是 挑戰一下 禮賓府 因為 因為 這個特首 都住在這裏 那我要表達 我當然 應該找一個 最 最意義 最有代表意義的地方 直接要進去做抗議 是 是 是 你覺得做完這件事 其實對整個社會 有什麼帶來的 一種 最少有一種迴響 其實你覺得 會不會有一種迴響 反省 但最有創意的就是他 他明明答應了來 怎樣放飛機 不是 對 我說 遲到 又不是遲到的 又不是遲到的 我覺得給你一個機會 你解釋一下 對 結果那個讀字 是誰負責的 我忘記了 Derek的朋友 Derek我認識 是不是 Derek Derek 就是那個Derek 我們認識那個Derek 就是那個Derek 做完這件事之後 有些什麼 其實我自己都是經常 每個星期都差不多是參與這些活動 反驗讀 通知 為禮賓府 就是債償 不讓債償上去 那件事 我經常都參與這些 就是有一個移民 或者我們 宋基學院神學院 有很多的神學生都問 你經常這樣去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最後是 有些什麼 你好像去完就走 去完就走 去完就走 就好像 沒什麼畏畏 很多人都會覺得我們很無聊 不要說就是你 因為我也有份參與 大家都會覺得我們很無聊 去完一處 就走了 衝擊完 跟警察推來推去 推完就走了 那有些什麼 你可以鼓勵到我們 繼續去這些 因為怎樣感調到 那麼多人一起參與我們這些行動 你覺得呢 其實我可不可以反問一下你 可以啊 可以 你們都參與了很多 是啊 那我想你先回答 我當然有個答案 我們一人回答 我想回答 其實 我想 如果整體來算 不一定說 每一個人都要找一個議題去入到很深 而是 其實好像我們現在搞很多 比較上是衝擊性大些的行動 最起碼 最起碼逼了報紙要先報 最起碼先報多些 關注多了先 還有二來 在這個行動裏面 除了那單一個議題之外 還會有很多時候是 爭取那種和平抗議的權利 是不是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根本沒有申請的 但是警察來說 我們是不走的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和平這樣去表達訴求 應該是一個基本人權來的 又或者譬如說 剛剛那天 雷玉年被人拿走了 雷長屋 雷長屋就是阿齋sir那個 然後我們有幾個人走了回去找他 然後走的時候 警察無緣無故封了一條行人路 又不讓我們走 那我們就堅持要走行人路 最後只有我和陳漢文兩個 可以逼到警察放一條路出來 那這些就是 其實行動裏面你自然有東西要爭取的 但是不是說落到場情緒化去找衝突 而是現在香港警察是經常都濫權 很多時候政府都會侵犯了我們一些很基本的權利 還有長期來計的時候 多一些這些本來應該有這樣的權利的行動的時候 我自己會覺得都鼓勵到其他人是有一種抗爭的意識 是我有意見要表達 或者一些權利我要去維護的時候 就不要怕行動 你呢? 我只有三點 第一點就是 第一點和第二點 第一點就是 第一點就是 第三點濕了 第一點就是在右邊 就是我驗太保守 整個民主運動已經去到一點 就是太右邊 即是已經是 那一點沒有理由去到家底 很怪的 越來越悶 其實我做了是 好像經常都說 很久 我經常做了20年 差不多 我去到有些事情 我不想去 去到現在跟他們一起去 因為我覺得是悶的 整個 我們這些刺激一點 你再想說 有一點是對的 我認同 我可以第三點說 一說 包括自己弊黨的民主黨 都要罵 無論是其他黨 大哥 你做的事情 就是拍照 做一個工作報告 是嗎? 大哥 你很簡單 就是 警民發生關係科的 警察都問你 你做完事就走吧 就是 大家的概念 已經是覺得我們做 是做掃的 已經是沒有了那種心 有那種心力 去做一些的問題 我認識一些 綠色和平的人都是這樣 他說 警察知道你要做些什麼 他就知道警察做些什麼 大家做了一場掃 我懷疑長毛 他們都是有這種心態 會不會呢? 我又不講他 我講完第二 第三點 這就是第一點 民主運動的僵化 令到我覺得 要有新的刺激 第二點 其實這班年輕人 雖然我覺得 我也不是大很多 但是 一件事就是 是嗎?笑什麼 第一件事呢 第二件事就是 你現在是在充權 給其他人 看你做這個活動 大家 其實在97前 和97後 80年代 其實有些人跟你們差不多 差不多 真的不是開玩笑 但是 去到97後 或在03年後 越來越瘋 越來越想說和系 那些年輕人不敢出聲 那些人都害怕 連政黨 例如有些利益時明的那些 你說明都不怕說的 你說明都不怕說的 你說都可以 拿那個勳章 整個民主運動 就是在建制裏面 玩那個遊戲 沒有意思 有些人就害怕 他們有沒有申請 第一問 你們有沒有申請的 多餘的 這個問題 搞民主運動 從比堅尼那時 跟劉千石 華叔那些人去的時候 有時都不搞這些什麼 申不申請 現在反過來說 第三點 喂 時間又夠了 沒錯第三點 都是最重要的那點 怎樣呢 第二節回來 再跟大家揭開指見 第三點 好